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小玲又要来做日本食玩了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布丁Buffet 大家看这个袋子上面 有一个蓝色的盘子 待会会做我们 布丁Buffet的盘子用 所以剪的时候 不要把它剪坏了 我们沿着这个线 好好剪开 这个就是布丁粉了 这个是做奶油的 这个是橘子果冻 樱桃果冻 这个是布丁的酱料 装饰布丁的巧克力豆 这里面还有一个威化饼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一个 剪下来 这个呢就是水杯了 待会呢 要用来凉水的 好 现在这样剪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做布丁了 做布丁呢要用到这一个盒子 然后呢要先加水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虚线 水呢不能超过它 好 加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布丁粉 全部倒进去 然后呢就要开始搅拌了 这个在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它有的会形成一小坨一小坨的 把这些呢全部都要给它弄碎 不能让它呢 结合在一起 好 看看现在呢 我们的布丁粉 就搅的差不多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把布丁放到一边 冷却它 大概呢 十分钟以后它才会成型 那我们在等它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来做奶油 我们把这一个呢 往这样翻着 拿出这一个奶油包 剪开 剪开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再放一杯水 然后呢也是要搅拌它 嗯 我已经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奶油香味了 嗯 我已经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奶油香味了 这一个奶油包 再折一次 好 这个呢 我们也暂时先放到一边 待会会用到它 好 接下来呢 要做的就是 橘子果冻和樱桃果冻了 首先来做橘子果冻 我们的说明书上呢 说了要搅60下 好 现在呢 就搅的特别粘稠了 然后呢 搅好之后 我们再把它 一一的放到这边 有一个橘子瓣 在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把形状呢 给它做饱和了 这样的话做出来的橘子瓣 才会漂亮哦 好 橘子果冻做好之后呢 就来做樱桃果冻 在我们的说明书上呢 说了要搅拌30下 好 搅匀之后呢 我们的橘子果冻 还有樱桃果冻呢 就要等待5分钟才能成型 好 现在呢 就是要把这个已经成型的布丁 倒出来的时候了 拿出我们剪好的这个布丁盘子 然后呢 轻轻的把布丁倒出来 好了 布丁已经倒出来了 哦 比我想象的呢 要矮那么一点 有点矮 高度好像不是很够 不过呢 样子还不错哦 对吧 嗯 这里还有一个星星 好的 现在呢 布丁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布丁上一些酱料了 好 这个酱呢 已经做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淋到这上面 哦 小心哦 哦 看起来 好棒 看起来好有食欲是不是 好 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櫻桃果冻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了 櫻桃果冻 哦 成型的很不错哦 放在这上面 好 拿出我们的奶油包 舔一个口 哦 然后呢 就开始挤奶油了 好 奶油装饰好了 然后我们再放一些 巧克力豆在这上面 然后呢 再把这个橘子果冻 我们把它拿出来 一共有三半 还记得我们的微化饼吗 把微化饼呢 我们来分一半出来 分一半 然后呢 把这个 把它插到这一个肚丁里面 最后的装饰呢 我们再用到这个奶油 好啦 现在我们的布丁巴菲就全部完成了 还不错吧 我看着觉得好可爱 好想吃哦 现在就来试吃吧 先呢 把这个微化饼吃掉 嗯 可是这个微化饼有点软掉耶 嗯 是软的 然后呢 再来吃一个这个 这个橘子果冻 橘子果冻 橘子果冻的口感很好 就是跟果冻一样有弹力 不过呢 就是好像有点太橘子味了 有点太甜 好 我们再来吃一口 现在呢就是吃一口布丁的时候了 好 我从这边好了 布丁 奶油味超重 好吃耶 布丁真的好吃 布丁真的好吃 就是能尝到奶油和鸡蛋的 混合的味道 非常好吃 而且这个布丁入口即化 好 接下来呢 再把这个樱桃 樱桃果冻吃掉 樱桃果冻比橘子果冻好吃 真的 樱桃果冻比橘子果冻好吃好多 全部吃完了 哈哈 可能是小玲比较喜欢吃甜的吧 然后呢 觉得布丁超级美味的 大家可以买来试试看哦 好啦 今天小玲就跟大家一起制作了 日本食玩布丁巴菲 怎么样 看的还有趣吗 喜欢我的话别忘了订阅我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